前方道站的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已经到北京了 显然我穿多了 回家喽 来 先吃一片仙桃 你怎么也不知道 出来迎接一下我 对姐姐的感情这么冷淡 不走就已经是好了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回家先吃一碗老妈做的 西红柿鸡蛋面 我从小都爱吃这个 你都看了啊 我每天的 当然了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看我跟我妈长得像吗 一点都不像 我比她好看多 所以说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呢 我们上师一家人 准备 准备搓一顿火锅 反正就这样 反正就这样 第一点呢 我们就是意大利和法国 法国南部地区 法国巴黎咱们简单转一下就走了 就去南部地区 你们跟谁出去玩啊 你现在没卸了邮轮 我们就改了 我们就去 你邮轮没卸了已经 去意大利和法国自驾 我们俩意大利到法国自驾去了 你们俩跟谁自驾去 你们俩跟谁自驾去 都不推荐一下法国 不是 不用不推荐 问你谁就行 其实关于你妈老不放心 说我一个人开车都不好心 说最好两家人 所有说我身材好的人 看一眼我现在的肚子 我其实跟大家隐瞒了一个事实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吗 我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我爸在旁边说胡说八道 你说我要是真怀孕四个月 我爸肯定得高僧坏了 没事生下了我养 吃火锅吃的 吃火锅吃的 爸我真怀孕了四个月了 再跟你说怎么样 你很复杂 但是混血 混血百分之百我养 割哪儿啊 百分之百我养 割哪儿 你以为它是猫吗 割哪儿 我教它说北京话 说一个你给我唱一个 你才不唱的 到底喬娘娘扭经那是什么呀 就好多听友听过喷嚏都想知道 你去的干嘛在这儿 瞎的不露 你别骂脏子儿 当时给你逼掉 明明是谁 明明 明明 可怜的明明 全坐在这里 为了躲我爸 嗨大家好 终于有机会现在坐下来 然后跟你们大多数人处于同一个时区 然后说两句话 我现在在北京 然后在我父母家 我现在回北京的话 基本上会跟他们住在一起 其实我是很想自己搬出去住的 但是又觉得第一 我自己在外面生活了那么久 其实欠他们挺多陪伴的 所以跟他们住在一起 一家三口又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 第二呢 在家里白吃白喝 还可以省房租 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很美的deal 然后我刚才我们一家三口 去吃了火锅嘛 我现在很开心 就是在相机后面的你们 是闻不到我嘴巴里的味道的 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个大蒜旷人 回到中国之后 要是吃火锅肯定要是油碟 所以现在就是 我周围的空气并不是很清新 但是anyway 我今天晚上 觉得状态还挺好的 我想我会非常快的 适应北京的节奏 然后开始这边的生活 其实当时 7月20号 开始第一条vlog的时候 我也有意想象你们 展示我这种 有一点点 独特的 两面人的生活 因为说真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我每一次其实是需要花时间 去适应两边的生活的 这个时间有时候可能是三天 有个人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星期 我才意识到 生活的一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北京和伦敦 北京和伦敦也是两个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都分别有着他们自己的魅力 而我作为生活在这两个城市的人 会多多少少转换我自己的一些模式 去更好的融入这两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转变和观察 不知道你们最后看完31天的vlog之后 能不能发现在伦敦的我和在北京的我有什么区别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半了 在我房间陪着我的来自伦敦的小家伙 和我一起准备跟大家说一句晚安 然后有一件很creepy的事情 我决定告诉你们 就是 在我走之前 我偷偷地在猴子身上喷了一些我男朋友的香水 我也知道 有一点点creepy